鰻魚直接鋪在飯上美味可口 但是把它包到粽葉裡 又是另外一番風味 冬午節即將到來 應景的粽子推陳初心 有別於一般傳統肉粽 內餡多半包的是香菇和豬肉 雲林口湖農民就地取材 將當地盛產的鰻魚入粽 蹦出全新火花 用南部粽的做法 你知道南部粽的做法 就是用水煮的方式 它會把所有食材的味道 都煮到米飯裡面去 將鰻魚的鮮味 全部鎖進糯米裡 一顆顆鰻魚粽 內餡用料絕不馬虎 料多實在 除了普燒滿 還有豐富口感的香菇 和鹹蛋黃 襯托出獨特口味 雲林口湖當地 以養殖鰻魚和無魚子為大宗 推出限量的海鮮肉粽 一開賣就被秒殺 口湖是我們鰻魚的故鄉 我們的鰻魚的話 它的營養價值 大家只要Google一下 它的膠原蛋白 它的這個營養成分 真的是可以講說 是用吃的化妝品 另外除了鰻魚 還有鰻魚子粽 鹹香口感完全不膩口 一片片粽葉底下 吃的不只是香味 還有在地農民的豐碩成果 其實吃的 不只是烏魚子跟鰻魚本身 你吃到的是地方食物 傳遞了一份真誠情感 端午家節 粽子大戰即將開打 新鮮海味強勢入種 鰻魚和鰻魚子成為主角 讓人驚豔 東山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